光電晶體 那光電晶體是這樣 各位聽過電晶體嗎 電晶體 那電晶體的話 有什麼PMP啊 NPN啊 電晶體本來應該有三隻腳的 三隻腳的 你知道嗎 它都有一些符號 這樣我們不常用 可是我們知道 它有個什麼 C腳啊 B腳 還有E腳 有沒有學過電子學 石鞋啊 或是電子學 電晶體 可是這個 它這個也是電晶體 它叫光電晶體 那特別在哪裡呢 它當然用光來驅動 電晶體是用電來驅動的 它可以當開關的 電晶體可以當開關的 那光電晶體它也可以當作開關的 只不過是它是用光 你光把它照下去 它是涼 你光把它照下去 跟光沒有照下去的話 它可以變成一種開關的啟動 那很特別啊 對不對 那你不是說 你這樣一顆買來就可以用了 電子的東西 也不是說我這樣就可以用 電子的東西你一定要給提供它 工作邊一樣 要不然它沒有電 沒有電油 它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怎麼可能呢 一定都要有電的訊號嘛 對不對 不會無中生有的嘛 不是我光把它照下去它就會開關 沒有 電子 電子的東西絕對不是如此 那所以說你就要怎麼樣 你就要去學簡單的 我要怎麼去應用它 我要怎麼去應用這個簡單的光電晶體 那我們這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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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這裡給你一個很簡單的 而且你圖畫在這邊 那你能不能把這個圖看得懂 這個算是不是很複雜的嗎 那你怎麼把它看得懂 然後我就告訴你 你要基本的東西那個圖畫看得懂 你就知道你怎麼做 它這裡啊 第二個 它畫的這個光框 那這個圖畫就是變晶體 然後這邊呢 又畫了兩條線 寫著這就是光紙 光嘛 光線嘛 光紙 打在你那個光天晴的時候 那它是可以呢 你如果這個線是這樣 其實它可以導演出一個電流 紅色就代表I嘛 他們寫個I 電流可以流通的 為什麼電流可以流通 你看這上面另外它提供給它什麼 政府符 啊 底下呢 這個是什麼符號啊 接地啊 接地是什麼 這叫0伏特嘛 那個5伏是參考它的 這個電壓是有相對關係的啦 不是一個說 我這一根線叫5伏特 不是 你一定要以什麼來講的話 你是5伏特 如果這邊是0 地 我們就叫0嘛 對不對 那個是5 所以說 意思就是說 你要正端就在那邊 負端就在這邊 那經過這個電晶體 這個光電晶體只有兩隻腳啊 因為第三隻腳在這裡啊 沒有啦 本來是要用電的訊號 現在變成光的訊號 那另外那上面是什麼 R1是什麼 應該當然沒什麼問題 那不是電阻嗎 對不對 好 那看完之後 這裡的譜師說 你如果 你把那個光電晶體啊 這兩隻腳 你要看得懂 這邊我畫個箭頭 這邊沒有畫箭頭 好像Pi對不對 那你就要 要先看得懂 這隻腳就叫E腳 A B C D E的E 那這隻腳就叫C腳 C腳 如果這邊符號再清楚沒關係 現在你就再去翻一下那個電子出來 就知道 那只是一個名字而已 那光電晶體拿到時候 你就要分清楚這兩隻腳 哪一隻腳 是C腳 哪一隻腳 那要查這東西也不是男士吧 那只要我們看看 或者課本查一下 或者上網路打一下就馬上就知道了 或者看一下符號你以後都知道 就叫E腳 這叫C腳 所以這些都不是男士啦 你要知道說資料 在哪裡 然後這個 你要怎麼接 那為什麼這樣接起來就可以光一照字 他就會倒通 那你要知道這個的話 當然就要翻書 那學這個光電晶體的透氣 對不對 可是你要做這樣簡單實驗的話 是很簡單的 很容易做得到 光電晶體 那光電晶體講的怎麼樣子 我們覺得模組的最左上角那個就是 你瞧一瞧 瞧一顆而已 看起來擺擺頭 對不對 怎麼樣 那個光電晶體啊 那你看他兩隻腳 可是我們 你要做可以 那個是電子 我們今天沒有打算做這個 他只是告訴你 這個是光電晶體 好不好 謝謝